大家好,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亚洲市值最高上市公司台积电,发表超越市场预期的四季报,在AI晶片需求激增的背景下,公司四季度尽力激增。 这家全球晶片代工巨头,台积电公布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显示。 净利润3747亿元台币,同比增长57%,预估3698.4亿元台币。 销售额8684.6亿元台币,同比增长39%,预估8553.4亿元台币。 营业利润4257.1亿元台币,同比增长64%,预估4114.2亿元台币。 营业利益率49%,预估48.1%,前计47.5%,毛利率59%,预估58.5%,前计57.8%。 每股益率为14.45新台币,折合每股ADR2.24美元,均续创历史新高。 对于这份财报,分析师之前给出的一致预期为营收8500亿新台币,净利3666亿新台币。 结果是均被轻松超过。 结合公司此前公布的12月营收数据,台积电2024年营收总额达到2.89兆新台币, 也是公司上市30年来的新高。 财报发表后,在台湾证券所交易的台积电股票拉涨超3%,迫近历史高位。 更加夸张的是,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,在美股夜盘市场被炒高超6%。 台积电的财报也带动辉达等美股半导体公司夜盘走高。 据悉,台积电ADR与台股的转换比例为1比5。 按照219美元的价格计算,相当于7212新台币,而台积电台股的价格为1105新台币。 美股相对台股的溢价已经达到30%。 台积电的美股溢价,核心原因是外资要买台股并不容易, 而要将台股转换为美股更是困难重重。 台积电在晶片制造领域的龙头地位,也吸引全球投资者热烈炒作,进一步推高估值。 对于一般的股票而言,高额溢价会吸引对冲基金做空美股,做多台股,通过溢价收敛来获利。 但问题在于,即便台积电的美股存在较大溢价,机构投资者也不太敢下注做空人工智慧热潮的闯。 另外,随着先进制成的产能提升,台积电第四季度毛利率竟然攀升至59%,营业利润率达到49%,均达到或超过此前的公司指引。 台积电披露,去年四季度,三奈米制成工艺贡献的利润占比升至26%,加上五奈米制成,总共提供60%的营收。 按技术划分,除了三奈米制成技术在本季度占晶圆收入的26%,五奈米和七奈米分别占34%和14%,先进工艺七奈米及以下制成占总晶圆收入的74%, 2024年全年,三奈米工艺贡献达到总晶圆收入的18%,五奈米和七奈米制成分别贡献34%和17%。 先进工艺占总晶圆收入的比例从2023年的58%上升至69%,按平台划分,高效能运算HPC营收占比最高达到53%, 反映了市场对高效能晶片的强劲需求。 智慧型手机占比35%,是第二大收入来源。 而物联网IOT、汽车、资料中心企业DCE和其他业务分别占5%,4%,1%和2%。 与上一季度相比,HPC、智慧型手机、汽车和其他业务的收入分别增长了19%,17%,6%和2%。 而IOT和DCE分别下降了15%和6%,2024全年,HPC、智慧型手机、IOT、汽车和DCE的收入相比2023年分别增长58%,23%,2%,4%和2%,而其他业务下降14%。 作为全球最大的先进晶片制造商,台积电是全球AI开发竞赛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 2024年,台积电股价飙升超过80%,创下自1999年以来的最大涨幅。 由此可见,作为AI盛世的印证,第四季度台积电的HPC高效能运算业务贡献了公司53%的营收,环比增速达到19%, 智慧型手机业务也取得17%的环比增长。 在整个2024年,HPC业务占到台积电营收的51%,同比增速达到58%。 台积电财务长则表示,2024年第四季度的收入环比增长14.3%, 主要得益于行业领先的3奈米与5奈米技术的强劲需求。 3奈米工艺技术在第四季度的晶圆收入中占比提升,5奈米和7奈米继续保持优势。 预计第一季度的业务将受到智慧型手机季节性的影响, 但部分被与人工智慧相关的需求持续增长所抵消。 2024年全年,台积电资本支出297.6亿美元,同比增长34%,预计295亿美元。 销售额2.89兆元台币,预估2.88兆元台币。 研发支出2041.8亿元台币,同比增长12%,预估2059.8亿元台币。 法述会上,台积电预计第一季度销售额250亿美元至258亿美元,预估244.3亿美元。 以美元计算,2025年的销售额将增长25%左右。 在2025年营收增长24%至26%的基础上,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能达到20%。 预计第一季度毛利率57%至59%,市场预估56.9%,预计第一季度营业利益率46.5%至48.5%,此前预估46.4%,预计2025年资本支出380亿美元至420亿美元,市场预估351.5亿美元,这也将会是壁市新高。 对于外界传言的CoreOS砍单,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致言谣言多,公司将继续扩产来满足客户需求。 摩根士丹利此前预计,台积电2025年销售额增长以美元计将达到20%左右。 除了持续强劲的AI晶片需求外,新款智慧型手机晶片、AI个人电脑的需求以及来自英特尔的外包订单也将支撑未来的增长。 彭博分析师Charles Shawn表示,就驱动因素而言,除了持续强劲的AI晶片需求外,还有来自新智慧型手机晶片和AIPC的支持, 英特尔可能还有更多的外包订单以及WiFi7晶片。 面对地缘紧张局势,台积电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业务。 投资者关注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日本的工厂建设进展,以及未来扩张计划是否顺利。 根据高管的透露,公司计划在欧洲建设更多的工厂,特别是针对AI晶片市场。 此外,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工厂也在建设中。 总体来看,台积电四季度业绩表现强劲,销售额,净利润,毛利率均超预期。 这一强劲表现得益于人工智慧之初的快速增长,以及台积电作为苹果和辉达主要晶片供应商的关键角色,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25年延续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